51 岁本土剧一哥陈昭蓉出道27年,曾演红,台湾阿诚,台湾霹雳霍,台湾龙卷风,等多部戏剧,2017年他淡出荧光目前投入,在网路上卖冷冻海鲜,光靠卖吃的一年就近账久未数。 而现在陈昭蓉的18岁女儿即将接棒,宣布下个月正式出道。 陈昭蓉的18岁女儿陈品儿预计下个月即将出道,将在首部戏剧记者会中公开亮相。 据《中时电子报》报道,陈品儿经纪人表示,陈品儿不像其他新二代有爸妈帮她们铺好路,陈昭蓉夫妇为了考验女儿进演艺圈的决心,先让她在爸爸公司中做基层工作,随后又将她送往剧组内当工作人员,从最底层做起。 陈品儿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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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就这样,高中毕业的陈品儿从底层开始做起,在剧组连跟了二部戏,从扛器材,订便当到场季样样都来,最后不但没退缩,反而对演艺圈越来越有兴趣,连被骂都心存感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